总统陈建仁最近是动作频频 对于被视为因系派出 牵制副总统赖清德 剑指2024的传闻 陈建仁昨天接受访问时大爆料说 去年入党的时候 副总统赖清德又打电话关心他 而且问的很直接 2024则无旁待的意思 去保留差点空间 好谢谢 说要出席演讲活动 前副总统陈建仁这次只谈疫情 不谈选情 但前一天上节目专访 被问到去年底入党 被解读为剑指2024有问必答 他还加码爆料 当时只接到副总统赖清德 致电关心 虽然赖清德办公室事后澄清 两人没有谈到2024 但听得出备战接班许久的赖清德 很在意 这回答意味深长 而从最新2024民调分析 33%民众认为副总统赖清德 最适合担任下一届总统 新北市长侯友宜19.8居次 台北市长柯文哲第三 副总统陈建仁排名第四 而民调也显示 民进党不管推谁都选得上 我们今天是要来参加国际研讨会 这我们不谈别的事情吗 其实这个都太多传测了 党内有非常沟通顺畅的管道 我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好尴尬的 而且大家都是医疗背景 其实有很多重要政策 应该都是可以谈的 陈建仁进来动作频频 下一步洞见观瞻 绿运年底选战都还没尘埃落定 2024台面下椅暗潮汹涌 记者战区六位成台报道